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我们都知道航天员那是八家的飞行员选拔出来 而且最后能够执行任务的那都是万里挑一 那都说航天员戴着眼镜出征 然后大家都说 哎呀 那现在这个航天员是不是感觉就跟我们距离越来越近了 是不是普通人未来去太空的几率更大了 像我这种戴着假牙子有可能去吗 戴眼镜 我们第一位戴眼镜的航天员上天了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件事 一方面是说明我们航天技术在不断地进步 那么相应的门槛就会有所降低 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参与航天 那么就可以为航天带来更多的这种科研价值和科研成果 我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也都戴着眼镜 但是他们也都非常的热衷于航天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那么还是一句话 就是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拍 后续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这种太空旅游肯定会走入我们的寻常百姓之家 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而是宇宙那么大我想去转转 相信德哥可以的 谢谢